东吃萝卜 下吃姜 今天咱们做一个爽口开胃又下饭的萝卜咸菜 准备两根从树上刚刚摘下来的萝卜 去掉头尾 从中间破开一分为四 再去掉萝卜的心 这样切的时候就不会打滑了 腌出来萝卜更加清脆 再像视频中这样切成五镰刀的夹刀片 切好以后 就像我这样底部不要切断 撒入少许的盐 撒出多余的水分 加入白糖可以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比例是1比1 底上下翻拌均匀 腌出多余的水分 腌制一个小时 如果你有缘点击这个视频 帮老弟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呗 非常感谢 腌好的萝卜 加入清水 洗掉咸味 钻干里边多余的水分 这样也是长期保存不坏的秘诀 锅中加入60克生抽50克米醋 3克的老抽40克的白糖 再加入20克蜂蜜 开火把汁熬开晾凉 钻干水分的萝卜中加入姜片 蒜片 小米辣 倒入调好的料汁 腌制4个小时以上 这样腌制的白萝卜不止清脆爽口 开胃好吃又下饭 放在罐子中密封保存 冰箱冷藏 随吃随取特别方便 如果您学会了 别忘了点赞分享 美食教程每天更新 感谢观看